根据天文台资料 昨日市主玩滑翔散期间 大鱼山的风速瞬间急升 当时风速更加高达每小时70公里以上 有滑翔散教练说 遇上强风要即时紧急降落 再由郭永恩报道 玩滑翔散的时候 如果突然遇到强风 应该怎么做 有三年经验 本身是滑翔散协会秘书的肖建涛就教路 透过用加速的装置 又或者是用一些紧急降落的方式 希望可以尽快令到自己逃离危险的位置 又或者是尽快去降落 不要等到强风怪风 或者是一些对自己有危险的天气因素产生了 那时候才想紧急拯救自己的方法 协会说玩滑翔散的时候 他们都会配备定位装置 但一般只是用来了解自己的位置 虽然亦都有实时追踪的装置 但价钱贵一般都不会买 只可以靠市主的手机讯号追踪 天文台说星期日下午大雨山风速突然飙升 下午一点多每个钟头大约十几公里 去到两点多录得平均每个钟头50公里 更加一度录倒时速70公里二纯 主要是受到由西南面过来的雷雨带影响 当时亦都发出雷雨警告 有些雷雨就强度比较厉害一些 特别是这些比较强的雷雨的影响之下 正如刚才所说的 它亦都会有机会有一些比较强的下沉气流 引致地面有些大的震风 他说这种对流天气在夏天经常发生 提醒市民户外活动前要留意天文台发出的天气预报 有先电视机者郭永恩报道